各位飙物们好 我也很喜欢介绍最新的手标 但有时你看到不同牌子的手标 也很想比较一下,真的忍不住 今天这枚梅花手标 Impetus 就是最新的手标 其实它有不守港和陶瓷的标圈 旁边你看到蓝色的位置 其实就是一个陶瓷的圈 所以陶瓷再加DLC的黑壳 有不同的物料 这枚标是43mm标径 但看来可能因为它是黑色的位置 所以变成不是很大 标面有些直线 标面也写着Impetus 我解锁标官,退出一格就可以教日历 退出两格有停秒功能 就可以教这个时间 它的颜色中间有这个蓝色 它叫Argentine Blue 总之是这颜色 标带也是配合标面的颜色 但还有些橙色 所以真的挺funky的 标官也是有蓝色 有橙色的 标面就看到这种蓝色 标面就看到这种蓝色 打侧也看到这个陶瓷的位置 都是用这种蓝色的 所以特别亮的 你看看这个标真的充满着 朝气的颜色 不要紧要,秋天也无所谓 还有它还多加一条钢带 这条钢带是不手钢带 再加DLC 你看到它有两组的pushes 想都想到 打开和有divers extension 潜水源的延伸 都可以show给大家看一下 按下去就可以拉长或缩进去 所以就可以有on the fly adjustment 这只标是做透底的 机身是ETA的2892 所以特别鲜薄一点 300米防水都有做透底 当然啦,有这个瑞士野光的 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多层次的设计 大层我7吋的手腕 43mm标径 以及标壳标带一体化的设计 坊间你说这样的配色手标 着实比较少见 顺带一提 其实标圈是不能转的 但标圈不能转的 不单止霉花 这只Edox 也不能转的标圈 标径是43mm 跟刚才差不多 厚度是14.5-15mm 标二的标二是49mm 标圈设计是多边形的设计 其实跟煤花的真的差不多 但煤花就没有升旗 这只就有了 解锁标观之后 退出两格就可以较时间 一格当然可以较升旗和日历 陆时位置也设计得很清楚 这个系列 Delfin 它很有名的潜水系列 还写上The Original 还不单止 还有The Water Champion 水中冠军 真是资讯非常到 不单止写底 写在表面上 我现在正在教这个星期 这是商宇的 现在是Saturday 然后是Sunday 教完之后 当然要上鎖了 确保它有200米的防水性能 我真的觉得这个Bezil 真的好似煤花的设计 其实是 但你看到脱位就有不同了 因为煤花的 不能这样屈进去 这两个就可以了 所以我感觉上 应该是这个更加会贴合你的手型 打执给大家看就更加清楚 还有它那些橙色的元素都很Sharp 没有做透底的 刚才那个煤花就有了 这个就没有做透底 Water Champion 又写多次 面也有了 底也有了 确保你一定看到 20ATM 200米防水 刚才煤花是300米防水 夜光也有 两只都是200-300米防水 怎样都会有夜光 它用的机芯就不是ETA 是SW 220 刚才说了 200米防水 戴上7吋的手碗 我就觉得这一只应该会更加贴合手型比较细的朋友 除了这个银色或灰色面之外 还有这个蓝色面的版本 还有钢带 亦都给大家看一下 钢带亦都可以屈进去 看到Bill E的设计 有Double Pushers 有蝴蝶扣 底也一样 没有做透底 跟刚才那一只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亦都戴上手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一只都挺确实的 Edox的这个版本都挺正的 说真的 无论胶带和钢带都挺可取的 现在最后就排续给大家看一下 两只就是Edox的手标 一只就是梅花的手标 看看价钱 现在Edox很明显 11,500港元定价 梅花是24,000多 其实是Double的 各有各好处 梅花这一只 它就有不同的材料 出售不同的质料 还有这个涂瓷圈 颜色上更加Sharp 还有透底 ETA 292G10 现在真的卖少见少了 当然了 再送多条DLC的钢带 而Edox那两只都很正 因为标以设计 令到它更加贴合手换 还有星期 梅花都没星期 它有星期 当然了 說價錢也是一晚多一點 如果有折扣優惠就非常和美 總之各有各好處 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去到銅鑼灣SOGO入面的瑞聯錶行 說看過這個channel就好了 記住說看過這個channel 現在還有這個感謝鍵 還有其他很多優惠多的手錶等著大家去發掘 希望大家也支持不同的牌子 支持地區小店跟我拍片 未訂閱也麻煩大家訂閱支持 對我來說真的有很大的推動力 看到最新的手錶和那麼多色彩 就一定要跟大家聊聊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拜拜